各位愛運動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豪教練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幾個簡單容易學又好做的關節暖身動作 我們順序會先從肩關節開始 接下來是我們的脊椎 最後是我們的方關節 我們關節活動度提升第一個動作是肩膀 動作開始的時候請你手指頭借我放在你的肩膀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如果要做轉圈的動作 轉圈的時候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用手肘去帶動肩膀畫圈畫最大一圈 動作開始先由前往後慢慢的畫圈 記得動作速度要慢 因為慢你的活動範圍才有辦法打得開 這個動作比較常見的錯誤是 曲幹也就是我們的脊椎沒有維持一個穩定 這樣子你的肩關節活動範圍打不開以外 頸椎的壓力也比較大 所以記得在做動作的時候請你記得 把脊椎往上延伸拉長像兩身高一樣 再開始做你的動作 由前往後慢慢的畫圈 那動作呢 由前往後畫圈畫十圈 再由後往前畫圈畫十圈為一組 那動作做一到兩組就好了 接下來是我們關節活動度提升第二個動作 我們脊椎的活動度提升 那脊椎活動度提升最主要是在胸椎的位置 那胸椎呢就在我這個地方 然後往後在我們上背的地方 那怎麼提升 請你雙手舉出來比一個讚 好給我了之後 請你把大拇指點在你的嘎吱窩的地方 手肘把它抬高到肩膀線 然後呢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請你像兩身高一樣把身體拉直了之後 我們再開始動作 那接下來請你把你的屁股固定 你的肚臍讓它朝前 好接下來開始往一邊旋轉 那你會發現如果真的都固定好了 其實你旋轉的角度不會太大 只有一點點 那如果你有感覺到你的上背部 覺得有一點緊緊的 有一點酸酸的 OK那你就是做對了 記得固定你的肚臍要朝前喔 好接下來我示範一下錯誤動作 如果你的下半身或你的肚臍跟著旋轉的時候 或者角度很大 你已經幾乎可以看到側邊 那你就是做錯動作了 那你就代表你是在轉你的髖關節或你的腰椎了 所以記得動作固定 肚臍朝前髖關節不動 然後再開始做旋轉 動作呢做兩邊各十下 也就是總共二十下為一組 然後做一到兩組就好 關節活動度提升第三個動作 我們要提升我們髖關節的活動度 那這個動作我們是往後的大胯部 那為什麼我們要設計這個動作呢 因為我們其實現代大多數人啊 坐著的時間都比較久 那你會發現坐著的時候 髖關節這裡都是緊縮 臀部都是被拉長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大胯部這個動作 來讓緊縮的肌肉獲得放鬆 然後被拉長的肌肉 它可以有能力去收縮 這樣身體才有辦法維持一個好的平衡 那動作開始的時候啊 請你先稍微測試一下 當你準備往後大胯部 跨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在這個角度 你覺得非常不穩 那請你把底面積撐開 把腳往外張開多一點 讓你的身體可以維持穩定 因為有穩定度才有活動度 好 這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第二個 請你在跨步往後的時候呢 讓你的脊椎保持一個延伸拉長的感覺 不一定要完全挺直 保持一個延伸拉長的感覺 再來 膝蓋請保持微彎 腳跟讓它朝天花板 那動作下去停留到一秒到兩秒 就準備換腳 停留一秒到兩秒 就準備換腳 那往後跨步盡量跨大步一點 如果覺得還是非常不穩 你可以手扶著牆壁 都沒有關係 再慢慢回來 再一次往後 跨大步喔 腳跟朝天花板 膝蓋保持微彎 好 再慢慢回來 那動作呢 我們左右各做十下 二十下為一組 一樣做一到兩組就可以囉 大跨步動作做得穩定了嗎 穩定的話 我們要加上脊椎扭轉的動作囉 因為大跨步加脊椎扭轉 它的好處 第一個省時間 那第二個呢 因為它是屬於複合式的關節動作 它可以誘發比較多的肌肉參與 讓暖身效果有更好的效益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一樣 雙手大拇指點在我們的嘎似乎的地方 手手抬高 好 大跨步往後的時候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腳尖 膝蓋在同一個方向上 然後呢 脊椎 保持延伸拉直 肚臍朝前 然後往前腳的方向做旋轉 好 慢慢拉回來 收腳 來 換一隻腳往後 膝蓋腳尖同方向 脊椎延伸拉長了之後 往前腳的方向做旋轉 肚臍還是朝前喔 再慢慢回來 那過程當中記得 保持呼吸 不要憋氣 再一次扭轉 好 收腳 來 最後一個 往後 膝蓋腳尖同方向 肚臍朝前 扭轉 回來 那動作啊 左右各十下為一組 那做一組到兩組就好囉 以上動作都學會了嗎 運動前的關節活動度提升 非常重要喔 那這些容易執行的動作 除了在運動前可以做之外 其實在你日常生活當中 工作一整天 或者是做一整天下來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保養方式喔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更多 複合式關節動作要分享給各位喔 敬請期待 inspired by 按摩 全部的文章 會有更多的 行動作